好,各位同学,我们看这边 它说硝酸钾在不同温度的溶解度 如表所示 那在30度C的时候 如果在甲乙式管内放入5克跟45克的硝酸钾固体 而且分别加入10毫升跟20毫升的水 搅拌以后,容易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这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它有跟我们讲30度 所以甲乙式管呢 我们就必须用30度的时候 它的溶解度来看 那所谓的溶解度呢 就是1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多少克的硝酸钾固体 那它已经讲是30度了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100公克,也就是100毫升的水 可以溶解45公克的硝酸钾 这个就是它在30度的时候的溶解度 那接下来呢,因为都是相同温度 所以基本上都是有比例关系 也就是说1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45克的硝酸钾 所以20公克的水呢 应该可以溶解几克啊 你看,质量变成1分之1 所以可以溶解变成1分之1 所以45呢,的1分之1应该是9克 好,那10克的水呢 你看,由100变成10 所以它的质量变1分之1 那45克的硝酸钾 它如果变成1分之1的话 就变成4.5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质呢 是10毫升的水加5克的硝酸钾 那我们看一下,10毫升的水 最多只能够溶4.5克的硝酸钾 那你加了5进来,还有几克没溶啊 那就是还有0.5克没有溶嘛 那既然有没有溶的就是饱和溶液 所以质呢,它是饱和溶液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乙呢 乙是20毫升的水 那我们看一下20毫升,就是20克的水 可以溶解9克的硝酸钾 可是它加了几克?15克 那加了15克呢 你觉得应该还有几克沉淀 就是15减掉9嘛 就还有6克沉淀 所以它也是饱和溶液 所以呢,搅拌以后呢 你可以发现质跟你呢 它都是饱和溶液